在讲论做门徒的时候,我们就讲到谦卑是在做门徒的生命中能够去建立的最伟大的品格。 奥古斯丁说,在你一切所得之内,要得谦卑。 谦卑如此重要,是有原因的。 维利比书二章三至八节说到耶稣的样式,耶稣基督最核心的品格就是谦卑。 圣经说,他本有神的形象,却谦卑自己,存心顺服,以至于死。 他取了人的样式,他本是神,是宇宙的创造者,却取了人的样式。 他既是神又是人,是有史以来最独特的人。 所以,我们默想耶稣的生活,这位取了人的样式的耶稣,他的本质就是谦卑。 他将是为人,何等谦卑? 我们之前谈过向耶稣学习,以及变得像耶稣意味着什么,也说过谦卑非常重要。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耶稣自己提起谦卑,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谦卑的灵? 你可以说,啊,我要编的谦卑,法里赛人也是这么做的,他们极力展现自己虚假的谦卑,谦卑到底是什么?我们怎么建立谦卑品格? 好的,在我看来,谦卑是一种态度,是一种从神的角度看事情的态度。 这种态度说明人意识到有一幅更伟大的图画,就是神伟大的计划,不单单是关乎我自己,而是有更伟大的计划将要成就。 耶稣,作为我们最伟大的榜样,经常说这样一句话,我来是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。 这表明,他尊重神,那更伟大的计划和目的。 好的,我们来看耶稣的生平,就知道所谓更伟大的目的,指的是他爱世人,而不是来到世上,行神及其事。 好让所有人都说,看那这人,他顾念世人,并为他们舍命,神爱世人,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 耶稣来是为了成就神的计划,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,为罪人死。 好的,既然我们说到如何在自己生命里建立谦卑的品格,你来说说,什么事情对塑造谦卑的品格有帮助? 谦卑的品格是自然而然形成的,还是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建立这种谦卑的态度,人怎么才能谦卑呢? 人变得谦卑是一个过程,保罗在写给菲利比教会的书信第二章里说,凡事不可结党,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。 比如,我就是想做这件事,或我就是想拥有那样东西。 没错。 但是,凡事不可结党,意味着我们凡事要先检查自己的心,要问问自己,好的,这么做是为了更伟大的目的吗?还有别的需要吗? 圣经说,凡事不可结党,不可贪毒虚伏的荣耀,只要存心谦卑,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 嗯,你知道,我服侍神很长时间了,我常看到人们跟随神,然后就跌倒,陷入困境。 其中最大的原因,可能就是骄傲。 是的。 人们心想,这一切都是关乎我,瞧,我多么伟大。 当我们开始这么想,自认为这一切都是关乎自己,就会狠狠地摔一脚。 我发现,导致骄傲的原因之一,就是喜爱跟别人比较。 不知你怎么看待。 当我们开始跟别人比较,总是能找到自己比别人优越一点点的地方,就会觉得自己还不错嘛。 嗯哼,但是当我们仰望耶稣,查看耶稣的生平,注目于耶稣就会觉得,哦,主啊,我如此不像你,如此需要你。 在建立谦卑的品格和态度上,你觉得什么对你有帮助? 嗯,认识到这一切事情都不关乎我自己,这确实是一大关键。 每一天我们都要提醒自己,在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候,都要提醒自己。 我从小成长的环境,就是提倡要跟别人比较,借此让自己感觉良好。 可是Semite你知道吗? 这么做一点效果都没有。 我总是自我感觉更不好了,而当我仰望耶稣,学习基督的样式,学习他对我生命的计划, 越发明白,我做不到耶稣那样。 里面就越发觉得自在,因为我意识到,只要尽力而为,就好了。 没错,跟别人比较是一件奇怪的事情,因为跟别人比较的时候,你要么变得骄傲,要么就觉得自卑,结局总不外乎这两压。 看到比你好的人,你就会觉得自己做不到跟他们一样,而当你看耶稣就更奇妙,你会想,耶稣是如此的完美,我该感到多么自卑。 而实际情况是,你看到的是他的爱和恩典,这就会在你心里产生奇妙的果效,使你能胜过自卑,说,主啊,你造我何等独特。 我想,如果我们明白谦卑是什么,并仰望基督,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,就会有所不同,会更健康,更正面,不是贬低自己,而是看自己是独特的,我只需要成为神想要我成为的样子。 是的,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道,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,不光我们面对何样的困境,只要谦卑地信靠耶稣,他会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度过一切难关。 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是我最早记住的一节经文,但几年之后,主对我说,在你明白这节经文之前,你要记住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,离了我,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 所以从反面来说,离了主,我们就做不了什么,正面来讲,靠着主,我们就什么都能做。 没问题。 我想回到你提到过的跑马拉松的例子。 好的。 你说过,你原本训练时是每英里有八分钟的速度去跑,结果你竟跑到每英里六分钟。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想跟别人保持一致,或者是在人群中迷失了自我? 没错。 这是导致你失败的原因吗? 你说的没错,我当时心想,我完全有资格跑波士顿马拉松,我要赢得胜利。 我当时就跟着一位选手跑,可能太专注了,没有顾及大局,比平常更专注于自己,以及自己的技术。 结果,就招来了麻烦。 是的,我们好的最好的时候往往是按照自己的速度去跑的时候,而不是参照别人的速度。 的确如此。 在生活中,我们也经常参照别人的速度去跑,而不是神给我们定的速度。 神了解我们,祂知道我们的长处和短处。 是的。 我想,在这一点上,也许要这样对自己说,我要顾全小局,仰望耶稣,仰望耶稣的谦卑,成为祂希望我们成为的人,我们就会成为神想让我们成为的人。 我们来聊聊谦卑和恩典,这次总结一下,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,神阻挡骄傲的人,赐恩给千卑的人。 神所寻找的是一颗千卑的心,他的恩典降下的时候,我们就开始成长,我们就变得更像基督。 而我盼望大家开始思考一下,如何长成耶稣的样式。 我们讲了,要向耶稣学习,还讲了,谦卑是我们最核心的需求。 那么,如何在基督里长进,并成为他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式。 简单说一下,在基督里长进,我们信心不可停滞不前,而要持续长进,这到底有多重要? 意识到我们每天都需要耶稣,这非常重要。 以赛亚书57章15节告诉我们,当我们心灵痛悔谦卑地来到神面前,神要使我们的心灵苏醒。 这种心灵的态度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,并透过我们做工,这其实是每天都要学习的功课。 每一天都要认识到,我们是在神的国度这样的大土化当中,我们也要乐意顺服它。 好的,下一节课,我们再继续讲,苏醒我们的心,在基督里长进,以及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。 好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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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